台灣人愛吃火鍋不分四季不論場合 不管是生日聚會 同事朋友聚會 情侶約會 都能相約火鍋店聚餐尤其是秋冬更是常見如此 但秋冬往往都因為吃進太多高熱量導致變成養肉的季節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與西營養師火鍋健康吃的原則 1.湯底要慎選 如果可以盡量選擇昆布湯、蔬菜湯 麻辣湯、酸菜白肉湯则是盡量避免 尤其是愛吃麻辣鍋的朋友千萬要注意 麻辣湯滿滿的油脂都是熱量 加上從麻辣湯底夾起的菜也會不滿辣油 熱量和油脂很容易因此爆表優 另外吃麻辣鍋時夾食材的時候可以選擇在滾的地方起鍋 此處辣油最少想要吃麻辣鍋不變胖的朋友別忘了哦 2.首選低脂肉 可多選擇低脂的雞肉、海鮮等食材降低熱量攝取 五花、培根肉則是盡量避免因為五花肉等高油脂肉類滑順入口但也是熱量地雷 不知不覺就吃盡過多脂肪 3.醬料蔥明選 多使用健康食材 日式醬油比一般醬油更淡減少那攝取 沙茶醬和豆瓣醬則是避免 4.吃對順序很重要 可先將菜盤煮完後再煮肉才不會讓整鍋充滿肉的油脂和肉渣而吃盡過多熱量 小提示 多吃圓形食物少加工火鍋料另外冰淇淋及碳酸飲料要節制 把握以上重點就能健康吃火鍋不怕高熱量就算到了冬天也不會變成養肉的季節 以上為本堂重點內容由張雨希營養師授權提供影片油畫重點學堂製作 我們下堂課再見